玉城廣播電台 歡迎收聽玉城廣播電台 我是主持人謝喬安 我是林秀成 今天我們要來說說有關獎場還有勝負的事情 今天我們請了兩位來賓 請來賓自我介紹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高宇貞 我在以前的時候有去參加一項比賽 所以拿了大功 然後其他像是家長跟小功 也有一些是因為擔任幹部的原因 嗨大家好我是周炳宏 然後我是高三的 我是籃球隊 我們學校因為這次出去比賽而有得名 所以大家都有一隻小功 好那我那個學長學姐 那你們怎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被訪問呢 因為我那時候是就是看到有這個活動 然後剛好我的 這個時候有點有點怪 但是就是講成的講比較多 然後因為成除的成就是目前還沒有 對就目前去去 也是有去過神府 但是去神府的時候我都還是會 還是去好就算他會打亂我的行程表 對 了解 我的話是因為想說上一屆 也有採訪到我們的學長 跟我很好的學長 然後我就想說我講成經歷也蠻多 所以我就來參加這個活動 OK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 先問學姐 學姐你有拿過什麼獎嗎 可以大概敘述一下嗎 我目前拿過大功 就是那一年有高二的時候去比了爵士谷比賽 然後那時候我得的是優勝 也是沒有到前三名 但是還是就是主動拿去給學校 看看可不可以拿到大功 結果就真的拿到 然後像是我有一些其他同學他們也是去比 我們去比的是亞太北 那他們也是前三名 也都是拿到大功 所以其實大功就是出去比賽都很容易拿到 對 了解 那有什麼你特別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不一定要大功 或者是獎之類都可以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小功吧 小功就是之前有一次擔任副班長 然後那時候我們搬到他 可能覺得我做得非常好之類的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原因 但是小功也被寄了 也因為他所以我被寄了兩次 對就是通常只是一次 然後還有另外一次是嘉獎 那個嘉獎真的是很好笑 就是有一次是我們血液抽血 或是還有個尿液檢查 然後血液抽血的時候他就說 如果可以多抽一管的話 就寄一支嘉獎 然後或是尿液檢查是你多一管 你也可以去就是寄嘉獎 那就是自願的 對其實這個也是還蠻荒唐的 就是做一件事情 然後就可以了 了解原來是這樣 所以他不是怎麼捲血 還就是普通的多抽一管 然後你就可以 就只是我們做血液檢查 然後就是我們 因為醫院要檢查他們的儀器 就是有沒有正確 有沒有在正常值範圍 所以就就是他們需要有一些人 去多抽一管 才會就才有東西可以去檢查 這試驗品的概念 對就是試驗品 所以就只是坐在那邊 然後當天就抽一次第一管 第二管再抽一次 就拿到一支嘉獎 那學長 第二個部分的問題 學長在這三年有被寄什麼警告嗎 我警告大部分就是 上學遲到被寄得比較多 尤其是在高二因為疫情 學校有特別去改校規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可能我開學典禮沒有攬 然後改了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高一進來的時候是遲到 只要有請假或是被寄礦客 他那個遲到不會被寄身符 然後也就不會有警告 但是高二改了之後就是 只要遲到 他礦客都會被寄身符 然後到去展 然後所以我這樣在不知不覺中 被寄了很多警告 所以就是都不知道要去這件事 對因為跟原本校規不太一樣 那雖然說學長你是來講誠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講一下你有沒有什麼講 我大概有六支小公 然後都是比賽得到的 然後有一支是 我比較開心的是我們球隊今年 就大家很團結 我們去打各種比賽就是都有得名字啊 然後小公還有一些就是校內比賽大家也可以去參加 有得名就是也會有小公 然後可能老師心情好 多給你幾支家獎 或是再給你一支小公 哦 了解 那有什麼奇怪的警告嗎 警告有時候可能就是有人比較 比較那個不OK一點 他可能遲到 然後他就隨便抱一個人 然後會導致你被寄 哦所以是損有害的 對會有這種損有 那第三個問題 就是關於身符的影響 有哪些行為可能被寄身符 然後你對這種身符的想法是 就是有沒有 有沒有改善你的這種行為 這樣 身符 我個人是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就是 坐在一個地方坐一個小時 然後可能就只能一直看書或是 大部分可能是放空或是偷滑手機 所以我比較沒有那個習慣 然後我就可能不會去站 所以我可能被記也比較多 然後 但大部分學生應該就是 同學應該都是會去去站 因為 記警告要小 大概都要 做2.5個小時的功夫 然後還要寫 英文單字啊 然後抄一些心經啊 教官會教你抄一些 比較奇怪的東西 有點讓你去回過那種感覺 超心經 抄精的那種 都會抄那種東西 那你有沒有除了遲到以外 或者是上課 就是不管是上學遲到或上課遲到以外 被寄過身符 做 欸 被寄身符 穿便服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我們學校的運動服 真的蠻抽的 了解 那學姐呢 我 遲到比較少 比較少會因為遲到去站身符 但是我通常很容易就是 可能窗戶沒有管 有一次是我當子日生 有一次是我班同學玩自習 沒有關窗 我就因為太多人要去 不是太多人一起回家 所以沒辦法找出一個人代替全班去站 所以當時我是班長 我就被要求要去站身符了 對 然後 那次窗戶的這個也是蠻奇妙 就是那時候那個窗戶是有一個鎖 有鎖上 但是沒有鎖好 所以窗戶還是可以移動 然後結果 就因為那個窗戶 剛好教官那天檢查比較嚴格 然後我就要去站身符 他就晚上巡的時候 就剛好推了窗戶 然後就被抓到了 對 像是之前我們高二的時候 我們在教官室的 離教官室最近的那間教室 就二零六 然後那時候我們班也常常就是放學 可能門沒有鎖那麼的確實 但是都沒有被抓 但奇怪是到了四三年級到三零六 是在教務處旁邊那邊 然後 就被教官抓了 就是窗戶沒有鎖 門沒有鎖這樣 那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就是 惹到老師 惹到老師嗎 我是 我是比較少 但是我比較喜歡就是 在學校穿便服 就是 因為一樣就是一樣 運動服的關係 運動服就是一個大黃色 然後走在路上 就是很顯眼 而且有一次 就是因為我有個打擊的課程 然後那邊會有小小的朋友 像是幼稚園那一種 或是大孩子都會去參加 然後有一次我就上完課的時候 然後剛好有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然後那幼稚園是個男生 他一樣是黃色的衣服 黃色的那個T恤 然後跟橘色的褲子 也是短褲 然後當天我剛好也是 我忘記什麼原因 我也穿運動服 完全一模一樣 就站在旁邊 我就很像變成一個 比較大隻的巨嬰而已 就那個場合就是 雖然都大家不說 但自己就會覺得小尷尬 對 所以我就常常穿一片服 在學校到處遊走 然後可能看到 就快點跑 但也好幾次因為 這樣被記得深服 那我還是乖乖的去寫作業 還有有一次是深服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好深刻課 我們要做木工 然後要先畫出設計圖 然後我就帶你那張圖 直接去深服那邊開始畫 然後那時候教官就有說 欸你為什麼可以在那邊畫畫 我說喔沒有這是深刻作業 喔了解 那學長呢 我還有因為那個 跟同學去上廁所 然後同年幾天在廁所裡面酬煙 然後出來 身上有煙尾 然後被教官激了 大過 然後 教官就是叫我們把手伸出來 然後穩 然後穩的時候每個都所有 所以就是全部人都被激了 但我最後是 因為我跟主教比較熟 我就跟他去講 我就反應 然後他就幫我 就幫我取消掉這隻大過 然後還有一次比較扯的是 我們班上也有人沒有關門窗 但是其實那些是有關 只是我們班也有一個窗戶壞 然後但是在巡堂的時候 晚上 教官說 我發現我們床沒有關 然後就隔天我們全部 全班 中午去教官室前面那個天空走 罰站 看書 我覺得蠻奇怪的 全班嗎 全班 然後導師還在那邊陪我們 然後叫我們 沒關係啊 就當中午站著 窒息啊 那那時候全班有被寄警告 沒有被寄警告 他就是 因為我們班原本是 希望有個人出來就是承認他 誰最後一個走 但是 只是聲說他都是有關 然後也有鎖 然後結果我們回去才發現 有個床其實是壞 了解 那 我們再問就是第四個問題 對午休晚的第五節課嗎 或者是早上的第一節 就像就是改改的之前 就不是欠世到校 一樣八點十分要到指定教室嗎 然後有些學生可能就會很趕 就是可能沒有上課中就到 然後被老師可能寄身符 或甚至到寄警告之類的 你們有過什麼經驗嗎 我比較多的經驗是在 一樣是就是第五節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是參加管樂團 所以管樂團常會需要跟學校合作 然後常會需要 溝通一些中間的小細微的事情 所以溝通過程會比較久 可能我們下課去了 然後會一直討論一直討論到上課 然後可能因為我們學生就是 也懶著跟老師說 我們要拿就是中間出去的證明單 所以我們就這樣講完後 過了一些些時間 可能五分鐘十分鐘這樣 然後就回去了 然後之前有遇過比較嚴的老師 那個老師就是他上課到了以後 他開始寄 但他也不是馬上就到教室 他可能過了三分鐘後才到 然後我們是過了十分鐘後 因為學校之前是規定說 十分鐘後就是寄旷課嘛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剛好十分鐘以後 我們也沒有遠懶著去拿那個單子 然後所以我們就回教室以後 老師說你們去哪裡 我們說我們去找老師討論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講一講 然後說那你們怎麼沒有那個證明單 然後我們就很牙口 因為我們就懶著 懶著去拿 對 就是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或是常常 有些人他們午休完以後 我們有體育課 然後可能那個學生他在教室的時候 可能比較安靜一點 然後有一次就是大家真的沒有發現他 然後大家去上體育課了 然後上就是我們副班長會先點名嘛 點一點才發現 欸怎麼少一個人 然後後來大家才慢慢的回想起來 啊他在教室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同學還是要記得 叫一下旁邊的同學 了解 那學長呢 我覺得午休那個時間就是有點太短 因為可能有些學生會因為外務 或者是社團事情 然後出去 然後比較晚回來 然後可能就需要跟班導解釋 甚至在路上可能就是運氣比較差一點 會遇到教官 然後教官可能就會直接問你 然後他就覺得你這個說法可能 比較奇怪 他就會敬你身符 我再補充一個 就是之前我們高一的老師他就是很支持我們去參加各個活動 學校各個活動 所以我們學生也相對的會變得比較忙 所以到了午休的時候我們常常 因為午休時間比較長嘛 然後老師也基本上都會在學校 然後所以我們就常常會利用午休的時候跑出去問 因為其他班可能老師會禁止 然後要希望大家在教室裡面做好 或是寫自己的東西 然後或是睡覺 然後那時候我們班導他就是 讓我們就是在黑板上寫說我們午休 寧靜午休去哪里哪里 然後就可以出去外面 像是之前有很多 因為這裡要比爵士骨的時候 然後會練不完嘛 所以就偷偷地跑去射班裡面 然後就很安靜在那邊打爵士骨 然後因為我們的射班離教官是真的非常的近 我們真的很怕教官是聽到 然後每天就這樣多多長長的 或是之前常常 副班長的那個點名班 常常沒有個老師 跟老師簽名 然後常常要各個樓層這樣跑跑跑 這樣子 然後高二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是要叫做 因為我們就是不想午休不想睡覺 然後也不想坐在教室裡面 一想偷聊天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故意把作宴到了寧靜午休才教 然後有一次就遇到了教官 然後他就這樣走過去叫我們回去嘛 然後後來我們又從教室探頭出來 欸沒人了 我們又衝出去 衝出去後 好時不時又剛好遇到了 我們又折返回去 後來我們還是不死心 我們又出去 好不容易到了導師辦公室以後 好時不時又遇到了教官 所以教官他看到了我們好多次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些印象說 欸你剛才才跑出來又跑回去 跑出來跑回去的那個學生 然後之後我們就躲起來 就是也是被他小念了一下 然後後來他走以後我們又躲起來 然後等到他真的走了以後我們又跑出去 然後其實有時候 各個導師他其實都會理解 就是學生想要聊天啊之類的 所以他有時候也會幫幫我們一下 然後後來他走了以後 然後我們又不斷跑跑跑跑跑回去 然後那之後我記得他在有點高 就是不同樓層 但他又看到我們這樣跑回去 跑回去教室 對就是有這種很 還蠻好玩的經驗 也還蠻刺激的 喔了解 好那 我們今天的廣播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